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涉及敏感材料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终止与中国合作 财政陷入双重危机 中共开启抢前时代 德州新法律生效 保护未成年人设美使用安全 德州总检察长警告哈里斯县 不要违法发送选民登记表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周五宣布 将终止与中国天津和深圳的研究和教育合作 此前 乔治亚理工学院被指与涉及中共军方的实体合作 遭到美国国会的调查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五月时曾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 询问该校与天津大学在尖端半导体技术方面的研究细节 天津大学及其附属机构 被指从事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包括窃取商业机密 帮助中共发展军事 2020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限制名单 乔治亚理工学院发言人汤比说 自从天津大学被列入实体名单后 学院一直在评估该校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汤比说 天津大学有足够的时间来纠正这一情况 到目前为止 天津大学仍然在实体清单上 这使得乔治亚理工学院与天津大学 以及与乔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的合作难以为继 乔治亚理工学院是美国一流工程学院 也是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主要对象 该校发表声明表示将停止在深圳学院的活动 目前就读的约300名学生可继续完成学业 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议员福克斯表示 不应该透过国会的调查 来促使乔治亚理工学院停止与一家 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实体合作 福克斯说 尽管如此 我们很高兴乔治亚理工学院做出正确的决定 希望其他大学也能效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名誉综合报道 超级飓风摩羯周六登陆越南北部 此前摩羯席卷中国的海南道 官方称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92人受伤 实际伤亡情形有待确认 台风摩羯是今年全球威力第二强的热带气旋 周六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左右 侵袭越南北部的岛屿地区 台风中心风速达每小时160公里 之前一天 台风摩羯在中国海南岛时的中心风速 曾达到每小时234公里 摩羯进入越南后 威力有所减弱 越南沿海城市海防是受到风灾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部分地区出现停电 首都河内所在的北越 从周五晚经历暴雨 强风 大雨造成陆树倒塌 一名女子死亡 越南还暂停四座机场营运数小时 取消300多个航班 越南政府表示已从沿海城镇撤离近5万人 周五下午超强台风摩羯先后登陆中国海南文昌和广东徐文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 成为史上登陆中国最强秋台 海南紧急转移41万多人 广东转移57万多人 湛江港口还有3000多辆货车滞留 摩羯威力惊人 所到之处树木倒塌 建入屋顶被掀起 空调被吹落 有民众冒险 骑电动自行车被吹倒 连人带车滚了数公尺 游乐园摩天轮顶部的车厢被狂风吹得成呼呼圈 台风虽然已经进入越南 受其影响 未来两到三天 海南 广东 广西 云南等地 仍会有十分猛烈的风雨天气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江迪亚综合报道 中共财政八面漏风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使出各种手段 包括砸锅卖铁 非高速公路收费等被指搜刮 明指明高 中共财政部近日公布的2024年7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 1至7月份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了2.6% 而预算支出则同比增长了2.5% 另外 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了5.4%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下滑超过20% 但同期 非税收入增长了12% 随着土地出让收入的锐减 地方财政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枯竭 资金紧张且负债高企的地方政府 正在寻求其他收入来源 来弥补土地出让金和税收下滑的缺口 外界担忧 当局将会利用各种手段 搜刮老百姓的钱财来增加非税收入 目前因为它经济情况很糟糕 那个税收压力很大 财政 税收根本找不了 那么这时候在非税收入是做文章 所谓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 行政事业型收费收入 罚末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 8月28号 重庆市壁山区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成立杂锅麦铁工作专班通知 在网上广泛传播 其实从去年以来 多个地方政府都提到 通过砸锅麦铁来化解债务 现在中共高厂 知道全国各地所有的地方政府的欺贤 所以中共最高层已经摆出一步默议地方政府 各线神通 挖空心思 以各种办法搞钱 8月26号 山东省政府网站发布批复 同意济南黄河大桥设置收费站 收费期限为25年 再次引爆舆论 分析认为 现在很多民众失业 生活困难 当局不断推出这类措施 恐将引发更大的民怨 新唐人记者唐瑞高玉 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纽约州长的前副幕僚长孙文 被指控充当中共代理人事件在美国发酵 国会议员沃尔茨告诉新唐人 全美国都应该警惕中共的渗透和操控 美国国会议员沃尔茨向新唐人表示 中共正在影响美国的运转 干预美国大选 利用美国的开放窃取美国利益 中共还拉拢 胁迫像孙文这样的美籍华人 华裔来侵害美国 孙文是纽约州长的前副幕僚长 前州劳工厅副厅长 他和丈夫胡销9月3号被捕 总共交纳了300万美元的保时金后被限制履行 根据起诉书显示 孙文按照中共的要求 阻止台湾代表接触纽约州长 同时还促进中共官员与州政府官员的会晤 并提供未经授权的邀请函 让中共官员及代表团得以进入美国 还四次以州政府名义给中共官员褒奖 让中共官员聆听州政府的非公开会议等 来换取家庭在中美两国的商业利益 孙文2020年被FBI询问时还做了假证 由于担心孙文案还有没有被发现的隐患 联邦众议员彭尼向纽约州长霍楚发出公开信 敦促彻查孙文的行为 以及这些行为对纽约州政府和经济造成的影响 同时向台湾伙伴诚恳道歉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帖说 很早就提醒过所有美国州长 中共就在美国的大门内 弗吉尼亚州总检察长米亚雷斯则是向本台表示 中共是全球最恶劣的人权侵害者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仁浩综合报道 德州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法律 9月1日开始生效 新法将赋予父母监督孩子上网的权利 来看报道 进入9月份以来 德州的一些新法律开始生效 其中有一条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的 被称为Scope法案 全名是授权父母以保护孩子的网络安全 这项法案将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 并保护他们免于接触有害内容 在新法律下 未成年人在社媒平台开设账号 必须要有父母或者监护人的同意 而且社媒公司必须给父母权利 来监督孩子使用网络的情况 这项法案还有一部分内容 最近被联邦法官临时阻止 未能实施 就是限制社媒上哪些内容 未成年人可以接触 可以看到 有网络专家表示 这项新法在实施上 需要社媒公司来具体执行 从内部做出调整 来符合德州新法的要求 也有观点认为 虽然法律的用意是好的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有害内容的污染 但是年轻人总是会寻找出绕过这种限制的方法 接触到有害内容 因此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交流更为重要 教导孩子明白道理 区分善恶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永琦梅林休斯顿综合报道 德州总检察长对一些县政府 试图大规模向居民发送选民登记表 提出警告 指出这种行为违法而且危险 德州总检察长肯派克斯登 本周一致函给哈里斯县县宪议会的官员 包括县长和姿名区长 警告不可以向没有经过核实的收件人 发送选民登记申请表 同时受到警告的还有贝尔县议会 总检察长在通告中说 这样发送选民登记表将违反法律 周二贝尔县议会无视派克斯登的要求 通过了发送选民登记的提议 随即被检察长起诉 总检察长说 法律没有授权德州的县级政府 可以印刷和邮寄德州选民登记表 特别是使用纳税人的钱支付第三方收费商家 来印制和发放选民登记表 他表示在没有核实收件人是否符合选民登记资格的情况下 这样做违法而且危险 会导致没有投票资格的人 包括罪犯和非公民 违规登记投票导致犯罪 哈里斯县的一些区长向媒体表示 总检察长的警告没有事实依据 只是政治驱使压制选民投票 德州最近公布了选民登记审核结果 取消了110多万个无效登记 其中包括6500多名非公民 6000多名罪犯 45万多已经死去的人 13万多已经搬离德州的人 州务卿办公室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对非法投票的人追究法律责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永奇 梅林 休斯顿综合报道 国会议员Al Green 本周在活动上表示 他希望能增加兰领劳工的低薪 这也得到联邦劳工部代理部长的支持 拜登政府内阁成员 美国劳工部代理部长朱利素 本周四作为嘉宾 出席国会议员Al Green 在休斯顿举办的年度劳工立法最新报告 他表示 此次来德州的主要目的 是为支持劳工利益 提高劳工的最低工资 国会议员Al Green表示 休斯顿的一些工种的食心 每小时只有7块2毛5 即便是每周40小时的全职工作 也很难养家 他强调 在118届国会中医院的 HR4889提案 又称为增加薪资法案 要求增加联邦最低食心 此外 劳工部还提出了 保护高温作业下工人利益的提案 朱利素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 她曾担任加州的劳工部长 后来从2021年起 在联邦劳工部担任副部长 从2023年担任代理部长至今 她表示 作为华裔她感到自豪 特别是拜登政府反对敌视少数族裔的努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应用其 新品 梅林 休斯顿报道 从休斯顿中国城到医学中心的公交快车线路 已经改为全电力公交车 这也是全市仅有的两条全电力公交线之一 休斯顿公交系统Metro近日宣布 从中国城到医学中心的公交线 402百里快车线已经改变为全电力公交车 取代了以往的旧公车 这条公交路线服务的地区 包括休斯顿西南区 百里市以及高普腾地区 402百里快车线是Metro对出的 全电力公交车试运营的两条路线之一 Metro董事长Elisabeth Block表示 两条试运营线路经过一些少数族裔社区 低收入社区 以及依靠公交的人群 将提供给这些乘客方便安全的搭乘选择 全电动公交外壳上先有电池电力 零气体排放等字具 车内还配备有USB充电口 轮椅位置 以及为残障人士提供额外空间 Metro已经有400辆电动混合公交车 联邦运输国立局的拨款将在未来 给本地再增加20辆全电动公交 14个氢染料电池电动公交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齐梅林综合报道 广告后 休斯顿新闻简讯 带您回顾一周大事件 欢迎回来 下面来看本周的休斯顿新闻简讯 今天是9月7日 本期的休斯顿新闻简讯有 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一个德州政治项目 在8月底对1200名注册选民做普查 询问他们会支持哪位总统候选人 结果发现 对川普的支持率高出贺锦丽5个百分点 川普的支持率为49% 贺锦丽为44% 区域有3%的人对着两位都不支持 还有4%的人不确定要支持谁 休斯顿卫里公会医院 移民护士因偷取药物据为己用 被终身吊销护士执照 哈里斯县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披露 25岁的麦克内里 从2023年4月开始 偷取医院的芬泰尼和青马肥酮 一种比马肥更强大的阿片类药物 多达11次 而且被医院监控拍到 他把芬泰尼注射到自己的手上 他被定罪后 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疫刑期 依据和解条件 他经被关押120天 然后缓刑4年 在缓刑期间将接受监督 以及戒毒治疗 休斯顿公共图书馆馆长换人 市长近日任命 亚裔三迪高出任新馆长 并通过了市议会的批准 三迪将负责监督 休斯顿所有图书馆的运作 强化社区关系 扩大双业和多元文化项目 保证图书馆系统 能够满足不同社区的需求 据市长办公室新闻公告介绍 三迪精通三种语言 具有丰富的教育和领导经验 曾荣获休斯顿独立学区 2014年度优秀校长称号 他拥有休斯顿大学系 和心理学学士学位 以上就是本期的新闻简讯 休息一下 郁文厨房为您带来美味家常菜 蒜苗腊肉 欢迎去收看 在本期的郁文厨房栏目中 我们来看一道饭桌上受欢迎的家常菜 蒜苗腊肉的做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郁文厨房 我是孙奕文 今天给大家来做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蒜苗腊肉 腊肉选的是我最喜欢的湖南腊肉 味道油香油香的 是这道菜的重点 所以选材很重要 再配上蒜苗的独特香味 还有辣椒 香辣开胃 非常的好吃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蒜苗腊肉食材有 腊肉 蒜苗 辣椒 小米椒 盐 糖 料酒 买回来的腊肉先洗一下 切成段 放入蒸锅 上汽后蒸15到20分钟 辣椒去头 横向抛开 然后把籽去掉 把辣椒切成菱形片 小米椒切成圈 把蒸好的腊肉切片 放入盘中备用 锅烧热 放一点油 把腊肉放入翻炒 一直炒到腊肉出油 撒些糖 倒入料酒 继续翻炒 这时酒味都挥发出来了 继续炒 等酒味都炒到没有了 放入蒜苗 倒入辣椒 继续翻炒 加入一点盐 炒一下 喜欢吃辣的 可以撒上小米椒 略微翻拌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香喷喷的一道 蒜苗腊肉就做好了 看着就让人有食欲 腊肉肥瘦适当 不柴不腻 配上蒜苗 真的非常瞎饭 您也来做做看吧 稍后一起来看 休斯顿动物园迎来 世界罕见的远东报 远东报是世界严重的 冰威动物 近日休斯顿动物园 展出了来自芝加哥动物园的 一头远东报 一起去看一看 休斯顿动物园 迎接一头远东报 近日与游客见面了 这头远东报名叫Lisa 今年是三岁大 来自芝加哥 布鲁克菲尔的动物园 她出生在密苏里州的 圣路易斯动物园 休斯顿动物园称 Lisa这头远东报 具有自信 好奇 时髦的个性 而且食物对她很有诱惑力 她目前喜欢吃的是 大块肉和兔子 远东报也成为 东北报 或者阿姆尔报 也生东北报 奋布于中国东北和俄罗斯东部的森林山区里 和东北湖的栖息地相重叠 目前世界上野生远东报不到100头 是极其罕见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 也是严重BNA物种 远东报的体型与其他爆类物种相似 只是她的腿更长 爪子更大 便于她在雪地环境下行走 而且她的毛发更长 夏天有3厘米 到了冬天会长到5到7厘米 她的奔跑速度最快 可达到每小时35英里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永奇 梅林 休斯顿综合报道 好的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 新唐人今日 休斯顿新闻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心 天气情况 欢迎关注天气 下周的天气以上周相似 以烟与天为主 但是整体温度不高 最高温度都在90度以下 适宜出行 周日和周一晴 最高温度89度 最低温度68度 从周二到周五 阴天有雷震雨 降雨概率是50% 最高温度86度 最低温度71度 到了周六又恢复了大晴天 最高温度89度 最低温度70度 人们通常认为肌肉的主要功能 在于运动和新陈代谢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肌肉还可以增强免疫功能 2022年的一项发表在实验老年学上的研究表明 抗阻运动如举重 可激活关键免疫途径和减少炎症 从而增强免疫力 在综合回顾了30项研究之后 研究人员发现 只需一次阻力运动 就可以增强免疫细胞功能 但需要持续数周的定期锻炼 才能获得持久的好处 格布瑞尔·莱昂博士 在他的《永远强壮》一书中指出 肌肉是长寿和活力的器官 锻炼肌肉是实现更健康 更有恢复力的生活的关键策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